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他是哪来的信心 拒绝了胡人赛季中期提供的8400万美元提前续约合同 时罗德原本是想索要一份1亿美元的合同的 可在自由市场上转了一圈 不但没有球队给他提供1亿美元的大合同 就连丁薇迪那样平均2000万美元的年薪 也没有球队肯提供 胡人队更是态度坚决 直接没有提供任何一份合同 他们或许该庆幸 时罗德拒绝了之前的8400万美元 最终时罗德万般无奈之下 只能自降身价跟凯尔特人签下了一份 一年590万美元的迷你中产 结束了这个看起来有点尴尬的休赛期 回顾整个胡人生涯 时罗德或许早就后悔了 自己当初的那个莽撞决定 其实胡人对于时罗德够好了 除了提供一份8400万美元的合同之外 胡人还给了时罗德大量的出场时间 和稳定的首发位置 要知道此前的两个赛季 时罗德在雷霆效力了144场比赛 一共只打了16场首发 其余比赛全部都是替补出战 在雷霆的两个赛季里 时罗德场均出场时间最多的一个赛季 是2018到19赛季的30.8分钟 但是在胡人的2019到20赛季 时罗德为胡人出战61场比赛 场场都是首发 场均出场时间更是达到了32.1分钟 是整个职业生涯最高 胡人还给了时罗德大量的球权 让他单单詹姆斯之外的二号吃球点 可以说对于时罗德 胡人拿出了最大的诚意 也给了他十足的尊重 放在任何一个球队 时罗德都不会有在胡人队的这种待遇了 我们实在是难以理解 时罗德为什么要拒绝胡人的善意 现在好了 在来到凯尔特人之后 时罗德不仅仅只能拿590万美元年薪 损失了大量的金钱 还彻底丢掉了首发位置 凯尔特人在金下续约了司马特 打算让司马特担当首发空位 时罗德出任替补 对此 时罗德似乎颇有微词 他表示 无论什么时候能成为首发总是一件好事 每个人都知道我是一个首发级别的球员 但是现在 在这支凯尔特人队 我们需要做的是满足教练的要求 当然我会扮演好教练及于我的角色 话里话外 时罗德对于自己打TIP的待遇 似乎多少有点怨言 但是只能服从球队安排和教练的决定 回头再来想想 无人给施罗德的首发位置 以及8400万美元 那真是施罗德的福音 只可惜他自己放弃了 现在 新赛季还没开始 施罗德就开始有点小情绪 没准这家伙在新赛季会在更衣室里 成为不稳定因素 不知道凯尔特人签下施罗德 是不是一个错误决定 无人应该再次感谢施罗德的不迁之恩 蓝网摊牌了 欧文被遗弃 布朗接力成三巨头议员 季前赛开战前不久 有三位明星级别的球员 似乎对接种疫苗有一些抵触的态度 其中就包括勇士队的安德鲁 维金斯 奇才队的布拉德利 比尔和蓝网队的凯里 欧文 根据此前的报道 不接种疫苗 或者不遵守当地疫苗接种规定 而缺席比赛的球员 不会获得缺席比赛的工资 纽约和旧金山的疫苗条例 要求未接种的NBA球员 不被允许进入球队主场进行比赛 其受到管理的球队包括蓝网 尼克斯和勇士这三支 最近洛杉矶这座城市 也通过了严格的疫苗规定 而身处洛杉矶的胡人和快船 这两支球队 也许很快就将和蓝网 勇士和尼克斯他们 一样受到疫苗限制 这也意味着 越来越多的城市将会加入到 他们的队伍中来 在这样的严格管控条例之下 维金斯和比尔还是屈服了 早在今年的三月份 维金斯就曾在比赛后的一次接受采访中表示 除非真的被强制要求 否则我不会在最近接种它 9月23日 由NBA记者报道 维金斯拒绝了接种疫苗的请求 勇士队还为此专门请医生与维金斯进行沟通 劝导他能够完成接种 不过维金斯仍然是无动于衷 9月28日 维金斯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不接种新冠疫苗是私人问题 而不是你们的问题 所有的迹象都在表明维金斯 似乎要与是否接种疫苗 做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了 不过在一个星期后的10月4日 NBA明记上次报道 维金斯已经完成接种 能够参加新赛季所有的比赛 勇士主教练科尔表示不会透露 关于维金斯同意接种疫苗的细节和原因 比尔最开始的态度也是很强硬 9月28日 比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我没有施打疫苗 你不能强迫别人做这件事 就算打了疫苗你也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保证 有球员接种万亿的并发症怎么办 不过两天过后 比尔对于疫苗的态度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再次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我没有说疫苗有多不好 我没有鼓动他人不接种 我不是一个疫苗反动者 我现在想打疫苗也打不了 还没有度过感染新冠后60天的隔离期 这样来看 比尔接种疫苗的可能性也就明朗起来了 等维基斯和比尔发生态度转变的同时 另一位球星 凯利欧文 现在仍然与疫苗问题处于僵持状态 10天之前 据滚石杂志报道 欧文可能受到了疫苗阴谋论的影响 当摊及到接种疫苗相关的问题时 欧文曾一直表示 这是我的隐私 我想保密 即使新赛季已经开启 欧文还没有出现关于任何接种疫苗的征兆 连纽约市长都在一个星期之前表示 我也是篮网和欧文的球迷 欧文你快打疫苗吧 10月6日 由于纽约疫苗的接种要求 欧文缺席了篮网队的队内训练 新金专家Bobby Marks做出统计 如果欧文全赛季都不打主场比赛 他的损失将会达到1800万美元 现在 篮网官方已经将欧文的出场状态 列为确证不符合出场条件 10月9日 篮网将迎来新赛季 他们的首个主场季前赛 对手是上个赛季总冠军获得者 密尔沃基雄罗 在篮网发出的主场球票推销邮件上 往往是以篮网三巨头作为海报 不过这一次 我们可以看见海报上 主推的球员并没有凯利 欧文 杜兰特和哈登依然在上面 欧文却被换成了25岁的后卫布鲁斯 布朗 一气欧文 是篮网摊牌了 不对欧文借中疫苗报有什么希望了吗 不得不说 失去欧文 对于篮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在新赛季阵容模合 球队沟通 失气凝聚上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每一个欧文球迷 都希望他能够尽快接踵 不知欧文还需多久 才能放下心中这份执着的信念呢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 订阅 我是砍球也 咱们下期再见